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是我们阔别 大概快要快四年了 我们没有解的推背图 我们今天一次来讲两项 一次把它解出来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开始从推背图上面一些解释 首先很多朋友可能新朋友都不知道 推背图老师之前解过 解到了第47项 也就是说在第47项的时候 已经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维度了 所以说你要看现在发生事情的预测 请你从4年前的推背图开始看 从第39项 应该从第40项开始 第40项开始 然后到第45项 那是我们这个生命 我们现在文明发展维度的范围之内 在那个之后 已经是整个文明毁灭 然后我们重新再开始一个新的社会文化 应该是一个人类文化的开始 所以说这个要特别注意 老师现在讲的事情 解的第48项开始 都是其他维度的事情 已经是下一个人类文明了 关于推背图 我们有很多的假设 也包含的是什么 也包含有人是说 这个已经打乱了 这个不准 这个里面老师必须要说 可能他讲的是对的了 但是按照我们常语来讲 至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 是比较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推背图它是有编号之外 有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外 它还有所谓的一个甘之的排列 甘之排列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解释第39项 我们来看一下 38、39项就是 38项是辛丑 39人淫 然后鬼卯 甲成 乙士 丙武 丁卫 物生 然后到了46项是己有 第47项是根须 根须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最后一项 所以说它所有的东西 它按照的是什么 按照是60甲子的地方去排列 所以说它的编号不是只有数字 它的编号也包含了甘之的排列 甘之排列有没有可能作假 而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不能说它是没有 它还是有可能去作假 但是概率不高 当然也有人考证是说 老师这个推背图 我们在英国或在其他的一些欧洲 有发现过去流行车所带过去的一个孤本 它那个才是正确 其实老师跟各位讲 错误的概率其实比我们现在 尤其是台湾这里所流传的推背图 还要假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它彩色的 彩色这个东西就不合理了 因为这个推背图 它是从唐朝的时候据说了 唐朝的时候开始流传下来的 至少我们所能够知道推背图的时间 大概也是明清的这段时间了 所以说你在那个时候你想用彩色的方法 来去保存所谓的秤延 那是非常奢侈跟浪费的 说这个状况的概率是极低 而为什么在欧洲它会有彩色的推背图的一个模本呢 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因为去留学 很多留学生跟很多去留学的 家里不是特别有钱的 你去留学 当地的生活应该过得还蛮苦的 就是软狼比较羞涩一点 没有是说在自己的家园里面过那么随心所欲 所以是说他们就需要做一些创作 你创作你就得做一些中国元素的东西 然后给当地人看 当做一个消遣的东西或是一个文化 反正你做假的别人也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毕竟你是在洋人的国度 你竟然也不知道 所以说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比较偏艺术性的 各位可以认真的去看 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些东西 真的是比较偏向欧洲的这种绘画风格 比较不像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的水墨山水画 它会有一个自私的一个临场感 欧洲的话还注重色彩 还有他们的一个线条的变化 所以说两个比起来就很 还蛮清楚就知道是说 那个地方是做的是一个文艺创作 既然是文艺创作 他们会把它编成让自己可以理解的顺序 所以说那个做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由此可知我们可以知道是说 在推遍图在海外的东西 它流传下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出错 而我们现在比较不容易出错的地方 是我们的文字部分 还有就是说推遍图现在 它有没有说被篡改过 有了就是包含图像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看到推遍图里面 很多的是有些人物 他被画成有辫子的 辫子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清朝 所以他人物就变成有辫子的 基本上除了这个东西修改之外 其他地方就比较少修改 因为什么 因为修改对统治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他就不修改 所以这个地方老师先各位去说明一下 我们推遍图其实它的严格到现在 其实是现在我们在台湾 我们还能够比较清楚的一些文献 它是比较正确性比较高的 当然中国现在也是以这个推遍图 当做是比较大家可以流传的 可以理解的为主 中国的 比如你要找到这个资料比较不容易 毕竟是在中国被归类为封建民信 黑五类的东西 在台湾的话这个东西就比较常见 好吗 所以说老师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 我们先讲第48项 我们回顾一下第47项他讲的是什么 第4项老师念一下 他就是什么 言武修文只为新名 披肤有则一言为君 他的颂约是乌汪无定定乾坤 是来自田中第一人 好把救赎多读道 那就是一言一出见英明 但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新文明的开始 我们DNA就像韩武技生命大爆发一样 我们在库存一些DNA 这些开始培养出来 新的生命新的人类要开始经营的 这个东西各位可以看 我们自己上一项 上一项的一个介绍 我们第48项 他的挂项是什么 他的挂项是什么 是篱下前上 是天火同仁挂 他的一个排列是辛亥 排列是辛亥 说这个东西比较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的一个秤言讲的是什么 他的秤言是 毛五之间 绝相为离 八牛千动 雍雍兮兮 他的颂约是 水火祭祭 人民吉 听起来就不错 因为吉利 对不对 手持金戈不杀贼 你有这些能力 你居然不杀贼 五十年中一降臣 清清朝至田间出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在清朝的大儒 就是学者金圣诞他有说过 他认为这一项就是代表的是一个姓猪的 因为你看八牛千动 你这个猪是不是加两撇就变成猪 对不对 所以说他认为牛上面加两撇就是猪 说八牛千动就是一个姓猪的 跟最后一个是什么 清清草原田中出 代表是说有一个田里面上面带一个草字头 所以是说他就是一个姓猪的姓苗的 还争夺朝纲 代表他们在搞党争 而朱姓他是以德福人 八牛千动就是以德福人 以德福人还比较难理解 他可能是50年中一降成就得出来的 所以说他应该在城市之年 他建都在南方 他以金圣诞先生的批注 我们就是不太去做细线讨论 毕竟他是以清代的环境 给他的一个文化严格 他做出来的一个评价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几百年了 一两百年了 应该有快400年的时间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环境不同了 当然我们看了视野会比金圣诞先生 看的比较广一点 所以说老师是怎么解的 这一项很特别 这一项老师刚才为什么一开始 去跟你讲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 离下前上天火同人挂 而且他是星骸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 他有他的一个道理战 第一个是卯五之间 卯五之间是什么意思 就是卯跟五之间 他有绝相为离 卯跟五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了 你各位看我们的地支 直丑引卯 成 四 五 是不是 卯五之间代表是从卯到五 这四年的时间 各位懂我老师意思吗 说这四年的时间 绝相为离 意思就是说这四年时间 大家拼命的去制定一些方案 绝相什么意思 单看绝这个字 它是指晕倒的意思 你把绝相两个字你绑在一起 它的意思就是说表象可以维持住 一个表象我们维持住 为离的意思是什么 就表示他在运作 开始已经开始运作了去经营了 所以说绝相为离在卯五之间 代表是我们开始制定了一些 更好的一些措施 我们制定一些更好的政策 我们开始让这个世界更好 而八牛牵动 庸庸兮兮 这个八牛指的就不是姓朱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图 这个图我们看到 这个图它有一只蛇跟一只龙 我们刚才讲到第一句是什么 第一句是毛五之间 来我们再来一次 子丑银卯 陈 陈是什么 陈代表龙 四 四代表什么 代表蛇 陈四 五代表是说 这个项代表是他们正在进行的这些 思想上的一些斗争 然后来去维持制定我们新的社会制度 因为在过去在上一项第47项的时候 老师有说过 那是一个部落大的一个社会 你部落人治社会 但是你进入到这边的时候 你就需要法治了 为什么 因为百姓人口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你需要法治 你需要一个制度化来建立都城 来建立城邦 甚至来建立一个广大的帝国 那你是不是需要就政策 你不能再用巫师跳大神 然后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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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这是天神的旨意 怎样怎样 然后长老师说 我得到天神的旨意 各位来大家听我的话 把你们的猎物交给我 那不行 对不对 因为你要建立文明 加上我们有旧书多读到 我们要知道 获取更多以前的一些文明的知识 我们要重新建立起更好的 所以说这个意思代表什么 这意思代表是说 他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朝代 新的制度 所以是说水火积极人民极 那个时候风调雨顺 是不是 我们有水也有火 然后让气味和煦 说他为离 离是什么离为火 所以说我们气候也温暖了起来 这个事情一切都很好 所以说水火积极人民极 那手持金歌不杀贼 手持金歌为什么不杀贼呢 因为我们要做工业 工业你有制度 你有工业 你工业你是不是需要一些 比如说离 这个工田的锄头 离 比如说铁钉 对不对 或者是一些四轮车 或者是运输工具 你要盖房子 钢筋 不要说这时候有没有钢筋 搞不好他读到旧书都知道怎么做钢筋的 对不对 你有过去的可以参考 所以说你的工业就开始蓬勃的发展 所以说你手持的金歌不杀贼 而金歌这个意思 除了工业之外 它也代表是什么 有金 有歌 多一点歌就变成钱 你是不是就有钱了 对不对 你就有钱了 而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知道是说 八牛千动庸庸兮兮 他这个八牛为什么说的他不是姓朱呢 因为各位我们再重来一次 从第一句开始 这时候银卯成四五 是不是四年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从这个五开始 五为生有虚害子 这个什么意思 丑 第八 对不对 你从这个属马开始 就从马 然后在马羊猴姬狗猪属牛 是不是第八个刚好是牛 说八牛千动的意思就是说 四年制定的这些 从这独断的讨论 不断的去建构出来 发展了之后 我们制定了一些政策 一些谋略 然后一些的一些工业基础 我们开始努力的发展 我们发展了八年的时间 所以说拥拥兮兮兮 你人口开始不断的繁衍 繁衍了 假设整个八年的时间 每一家生八个 有没有可能 那是可能的 我告诉你 一年生一胎 这个是在封建社会 那是很正常 只要你吃得饱 一年生一个那不是问题 这辛苦的太太是没错 但是那个时代已经不是辛苦的问题了 你没有人 你很多事情没办法做 是不是 如果说你八年的优优兮兮兮 你生光这八年 你就可以一家人两个夫妻生八个 你人口成长2.5倍 那是不是很可怕 将近三倍 3.5倍的状况 是不是很可怕 那就很可怕 你人口不断的繁衍 加上你可能你不止一个老婆 你娶两个老婆 你就生了更多 是不是 这个状况就会一直不断的繁衍 就说你现在这个社会 就开始欣欣向荣 因为我们有人开始做 所以说50年中一降成 就同47向到现在来看 他自己新生代的生命 他自己也要成长 然后建立部落 然后建立社会制度 然后建立法治 这个时间他也需要时间去消耗我们过去的 留下来这些文献 留下来这些的一些科技跟知识 花了50年时间 跟他的一个降成之间 跟他的一个部署之间 我们毫不容易把文化所建立起来了 说50年一降成 接下来第四句就有意思了 清清炒至田间初 这清清炒至田间初 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上一项所谈到的是什么 谈到的就是说来自田中第一人 这个事件就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 为什么都从土地里出来呢 其实我们将会谈到他的结果 清清炒至田间初 他不是姓苗 各位知道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什么 直丑银卯成四五位 身有须害直丑 第八个之后就过了11年了 第十二年是什么 第十二年地支为银 回到了银 清清炒银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银这个地支它代表意思就是在正月 也是农历一月 农历一月 它代表是说你现在春天的时间春了花开 然后等于说你要开始怎么样 开始播种开始耕作 你的一些清清炒 一些苗也开始去抚育它 代表是说这个银 它代表是说这个地方 开始要做一个新的生的阶段 而且它还在另外一个含义就是 从地里面要来出现第二个现象出现的 除了是说刚才讲到了它是我们自己从天间出 第二个就是它从草里面也从天间出 这个代表是新兴向荣之外 粮食不予匮乏之外 也代表了下一项 有另外一个事件要产生的 所以说我们从第十四八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延续了第47项的文明的历程 到现在发展的新的一个时空 是发展很不错 发展很不错 各位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整个推背图里面几乎都会有动物的存在 你嫌少比如说第25项 它是只有一个一把斧头 大部分的状况都会有人 或者是有一个动物或者是什么东西 但是一个代表性 但是我们要看到第47项第48项第49项 都是没有这些真实的生命的 你说蛇跟龙 它基本上这是一个异象型的东西 它比较没有办法去代表这一些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第47项的时候 它里面只有过去的书架 所以说我们知道是说文化跟文明要重新开始了 第48项 你要从部落社会演变成一个城邦社会 那就需要一些制度 它已经开始建立了 而且连工业都开始了 所以它可能比我们维度 我们现在文化发展的速度 可以缩短了至少几千年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它把旧书多读到 我们第47项各位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可是各位知道一件事情 它虽然是按照卦象来做 但是它毕竟它毕竟一个轮回 它从哪一周开始 它是从第一项从甲子到鬼害 是完完全全的60个 60个甲子的巡回 但是它的卦象应该有64卦 但是它只走了60甲子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被隐藏的东西 这个老师会以后会自己研究一下 好吗 总而言之 总之老师你先还了这几年的债 本来一年应该一项 这样我欠了三年还是四年 我应该还欠你们两项 好吧 那下次有机会 我们继续探讨我们的推背图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啰